嘿咻!嘿咻!嘿咻! 嘿咻!嘿咻!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大豆耶 但這個熊掌打壓跳動喔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粉絲送來的禮物 看 可可養肥計畫 我發現可粉每一個都對我 充滿敵意 欸欸欸欸 真的充滿敵意欸 養肥計畫 什麼養肥計畫 你可以送我減肥四瓶 大家就不會比較適合他們回去 可粉去日本玩 然後他就說要帶一點伴手禮給我 結果我沒想到一點 超重你知道嗎 來蛋糕葉你來搬搬看 真的很重 有沒有 哇跟你的頭有的比喔 我就這樣搬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我很帥 這稍等一下倒下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箱 它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吧 我猜是三顆鑽頭 不斷石頭之類 欸這超可愛的 這是我最喜歡的小啾啾 什麼啾 小啾啾 好可愛喔 這是果汁嗎 欸 欸 欸 超療癒 看這個果汁真的超療癒 這應該是棉花糖 超可愛 這是P柱 它超可愛的欸 我覺得這種東西我捨不得吃 怎麼都會過期 然後就擺著它 不知道貓咖啡發黑 讓我們試試看好了 變成黑柱 黑柱 黑柱 欸它好可愛喔 然後 有寫卡片 可可其實我也不知道寫什麼哈哈 期待可可滴 能突破100萬 欸這個 是超可愛的 你要說 這個是吸管 你知道這個嗎 這個是巧克力吸管 它好像就是 你喝牛奶的時候要套下去 然後用這個吸管喝 然後你的牛奶就會充滿小莓口味 或巧克力口味 然後而且最可愛是因為 它是一顆一顆的 就是顆粒型的 然後我沒喝過 我覺得很酷 有機會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欸 超多麥片喔 天啊 麥片就三個 這個 這一家麥片真的蠻好吃的 這一家 我覺得這家麥片還蠻好吃的 這是紅豆啊 紅豆嗎 你看 欸黑豆紅豆欸 好酷喔 好酷喔 橘子黑豆紅豆 因為他們家麥片的一個特色就是 裡面超多種料 你知道這樣口感會非常多 就是你咬一口 你可能會咬到四五種不同的成分 好然後 這個是 這是什麼 牛蛋吧 喔 欸這是磁鐵欸 好可愛喔 貢獻給冰箱二 我的頭不是磁鐵 然後接下來 有兩個 馬賽克 這個是 未來會 錄影開箱的 所以 剛剛那個就是 你們先看不到 但 不會等多久 你們就會看到了 還有那個 魯夫的袋子 欸魯夫超可愛欸 我看這個長大的 我以前的結婚對象就是 就是魯夫 欸對 我的夢想起來了 這是什麼 噩摩果實 噩摩果實 沒有到 10顆裡面有7顆的風味 3顆的看不懂味 欸好特別喔 噩摩果實欸 都是欸 接下來這個是 這是 喔 這應該是很特別的卵條吧 因為日本來的 妳看不懂 反正我看不懂 我真的對我來說很特別 接下來還有這個 噠 噠 是櫻豆柴 櫻花的東西啊 12枚 我吃了看它 裡面是什麼呢 耶餅乾欸 打開 而且包裝好可愛喔 打開 要不要吃看 這就是成餅乾 噢好香 欸裡面有櫻花 哇 我覺得它好細緻 很可愛 而且很香 吃吃看 很香 就是 牛仔餅乾 然後有櫻花的香味 好芝麻 有芝麻 有芝麻 還蠻好吃的 這也是KETA的新口味嗎 欸其實我們KETA 也錄了好多種口味 漂亮喔 這是那個 玫瑰花 我覺得它不錯欸 然後有人以為是菊花 我覺得很漂亮包裝 然後接下來是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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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精緻的包裝 沒有裝買的 這也太夠了吧 我的天啊 好像有兩個不同口味 而且裡面只有幾條 六條 六條 只有六條 我的天啊 一個是玫瑰 然後另外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紅洞 因為其實看不大洞 你看這個我看這個 它這個外表 你看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哇 好酸 喔 我覺得好吃欸 然後這就是治癒果子系列 然後妹妹每次都不朋友玩治癒果 這東西真的很惹火人欸 什麼惹火人 就是很小啊 很小不可愛啊 很療癒啊 像你頭那麼大 一點療癒而已 走開 然後接下來是 耶 卡納赫拉 就是那一陣子卡納赫拉好像在那個 他們的便利商店有合作 四款都有 真的是 太感動了 發出吃他的滿足身 欸這個好可愛喔 很可愛對不對 我覺得圓圓的東西 它是圓圓的 不是 圓圓的 很療癒 我覺得真的是超可愛的 加卡比喔 沒錯 而且這是豪華版的 我之前有推薦 就是加卡比的薯條 豪華版就是這個 好像那個喔 頒獎 1.2 2.1 2.1 2.1 1.1 欸 這豪華版的很好吃 這裡還有一個 欸這就是一個柳 然後考完 欸我沒有試包 天啊 一個 這是印我名字的 印我名字的那個卡納赫拉的貼紙 哇 好帥喔 超酷的 大頭酒精 看 還對在你的頭上 欸超可愛的 為什麼可以印啊 然後最後一個是 這是什麼? 這是會做成一個小房子的雷門房子 然後其實我的那個手藝不大 你知道我怎麼會幫你做啊? 陪我一起做不太多的啦 髒鬼 我也是用心良苦啦 然後我要給花 朱紋沒有打我的頭 好了,結果下次再談這支影片 好髒喔 喜歡記得按下我喜歡 也要記得訂閱科姐姐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妹妹是不是太過分了 剛剛這樣揍我 還痛 發完自己 你不要打兩人打我的頭 好,謝謝大家到這邊謝謝 好,然後Facebook搜尋科姐姐 給我一個讚可以接收到更多最新的消息喔 那未來如果有舉辦各種活動也會是 以粉專然後跟Youtuber做個結合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